好,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唐鳳鎮懷子 請幫忙關一下 謝謝,好,OK,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各位如果有在YouTube上看過我演講的話 可能知道我演講是沒有主題的,是大家決定的 那要怎麼樣決定主題呢?就是靠掃這個QR Code 我應該掃得到啦,如果掃不到的話也可以手動介入這個網站 slido.com,slido.com 然後上去之後輸入01112,就在一起 那簡號不用輸入,不管你是用掃票QR Code 或者是slido.com.1112,都會進到同一個空間 就是我們留言的這個空間 那這邊的4G收訊,這個每加片性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想用WiFi的話,也有iPad 1 我剛剛測過了,iPad 1就可以用的,選Panet Roaming就可以了 那無論如何,在進入這個聊天室之後 從現在開始到20分嘛,對不對 我們有這段時間,任何人都可以問任何問題 那這個空間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是說它是匿名的發問 所以呢,我們知道像在這樣子的大的場合裡面 其實有人拿著麥克風的思想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想要舉手打斷 那但是因為是匿名發問,大家都在想發話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呢,你其實現在想到什麼問題 就已經可以開始丟上去了,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別人問的問題,如果你也想要問的話 就可以按讚,那按讚的話呢 讚的數量越高的,越會浮到上面 所以呢,假設現在已經有朋友進入一個空間 可以試著打聲招呼啊之類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呢 按讚的隨著它浮到越來越上面 我就會知道說,那這個題目大家都想要知道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可以就是 比較充分的應用大家的時間 所以再給大家大概10秒鐘的時間 掃這個QR code,或者是到SIDO.com 當然隨時都歡迎舉手 那舉手的優先順序呢,永遠都是在表國線上的 欸,有一位朋友已經進來了,他就說嗨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會把這個問題高亮度 然後,開始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這邊可能上網會有點 對,因為我剛剛已經發現4G有些困難了 所以,大家就連得到網路嗎 有一些連得到,然後大概八成連不到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那目前有五位朋友有連得到 對,那反正隨時舉手發文,意思也是一樣 或者如果你的左領右舍連得到的話 也可以請他幫忙批評 對,好,不好意思喔 那這邊給我一些時間 就是如果說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連到 進一家這邊有網路的人呢 我們搜尋一下Wi-Fi 你的Wi-Fi裡面應該會有出信 你的PU GET PUGET 大家有收訊到嗎 有收訊到了嗎 好,然後進去之後呢 他會需要你的帳號的密碼 帳號是PU201912 PU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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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顯嗎 對 PU就是建議大學的東西 PU201912 立馬是SEMI4675 SEMI4675 大家可以試試看這個應該是比較好的 OK,謝謝 所以PUGET 對,PUGET 好,謝謝 那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連到了之後 就可以回到剛剛的那個slido slido code是01112 slido 然後01112.com 好 再給大家一些時間 在台灣我們知道這個冠平是幾乎人權 任何地方如果上不了網的話 那其實就是我的問題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也驗配一下 我們大家可能知道最近有向山之境 那所以玉山的山頂就是大概快4000公尺那個地方 現在也有4G網路 也是吃到飽 而且一個月也是吃飯就是很快 然後 在我們不管是東沙、太平等等 其實現在也都有4G的基地條 目前覆蓋力到達98% 那這個是很重要 不是只是政令宣導 因為這個就表示說 我們做數位的任何創新 我們都不是把城市跟鄉村 讓它離得更遠 我們都不是說 好像只有少數的能夠連得上 高速網路的人 能夠使用新的創意 教學的資源 或者是我們國家 告訴網路以及資源 那我們現在做的社會創新 只要是連到網路的地方 都去享用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只要連不上網路的方法 就是國家要想要把它連得上 現在大部分剩下的 大概都是三千公尺 左右的這些地方 那我們黑衣食生機的朋友們 也非常 就是用他們平常訓練的那些湯匙 放在架基地台等等 所以我覺得 Brown Bay and Human Rights 這個是我才剛從非洲 阿迪萨貝巴回來 這個題目其實是 他們在當地 一直在那邊撕扯 就是說如果我要做這個網路 建設的話 是不是只有阿迪萨貝巴 這個城市 才能夠享用到 而所有非洲這個廣闊的地方 都享用不到 那我就跟他們分享 台灣在數位集會中 在所有這些 universal access的這些經驗 所以這個 在台灣連得上網路 真的是基本人權 希望大家都 有享受到這個基本人權 OK 好 好 這個一下子就 十四個問題 那我就 按照大家 按讚的這個 順序回答 那有些是程序性問題 像說 外面的黃線 會不會被脫掉 這可能我們不是長地方 就沒有辦法 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長地方知道這個問題 給答案的話 也麻煩趕快 在slider上面 回應一下 因為最新的留言 是會跑到底下的 所以像這種程序性問題 通常我們是要請 這個消耗的 應該不會被脫掉 我們希望 OK OK 那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社會創生跟地方創生的經費 要如何聯合運用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知道今天 我們在這邊 其實我們是融合了非常多的計畫 像剛剛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說 就是勞動局包含勞法署的一些 從最以前的這個多元賠利 到他們的基金等等等等 這個其實是我們社會經濟 或者說團結經濟推動的一個先生 在這個有社會企業這四個字以前 其實勞動局這個體系 就推動了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在文化部 就是以前文件會的社造的體系 其實也已經推動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當我們在說 我們在發動社會創生的行動方案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額外在多邊以前 去給每個部會去做事情 而是希望每個部會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用一種開門造居的方式 就是說讓大家都知道 彼此在做什麼事情 而且是運用永續發展的 十七項目標來彼此建立一個所影 所以社會創新發展的方案 大家可能看到說 M18E好像就是分散在十二個部會 但是我們其實就是給這十二個部會 一個很具體的一個請求 就是希望他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用社會創新平台 我們現在有一個平台 叫SI.台灣.gov.tw 都用SI平台上面的這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 不管是它是合作社型態 協會型態 基金會型態 甚至像大學 像文化大學現在也在上面登陸了 那經理要不要考慮一下 總之就是說 大家只要有一個明確的在做的永續發展目標 願意跟整個社會給出交代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集合去利用所有的資源 那就比較不會再有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如果你是公司 你就是用經濟部的資源 如果你是合作社 當然是用內政部和合團司相關的資源 如果你是大學 當然是用的是科技部的資源 如果你是中學 用的是教育部的資源 等等的這個狀態 而是現在是我們跨試用組織型態 跨議題屬性 只要大家在解決類似的問題 意思就是夥伴關係 而不是像以前比較是夥企關係 這個是我們社會創新行動方案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這個方案 運行了一年多之後 我透過巡迴的方式到就是全台灣各個地方 實際去聽大家最想要的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我們實際去聽的這個現場 就是我在阿迪莎貝巴在非洲分享的 就是我會專門到一些 就是高鐵比較沒有到的地方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我在台北的社創中心 我的office hour 每個禮拜三早上10點到晚上 任何人都可以跑來找我聊個40分鐘 然後只要我們的討論紀錄上網就可以了 所以有非常多朋友來運用這個資源 但是我也觀察到說 自從我兩年輕有這個office hour之後 後來找我的大概就是住在高鐵站附近的朋友 那這個也是很現實的 因為就是你要花兩小時來跟我聊40分鐘 感覺上好像還好 但如果你要花一天來跟我聊40分鐘 感覺上就不太好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就用了一個 因為寬平人權嘛 所以就用一個叫做社會創新巡迴的一個制度 我專門去找那些高鐵還沒有到的地方 然後在那些地方去跟大家座談 那座談的時候同樣的也是開門造居 所以如果是個別談又沒有留紀錄的話 大概大家都是argue一些私人利益 但是因為這個是公開的談 而且又有留紀錄 所以大家講的都是公共利益 這個也是非常有趣的 那總之在當地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協調12個不同的部會 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去看到大家 碰到法規上面碰到政策上面 不了解的地方 或者是說需要我們重新解釋的地方 比方說一個協會到底能不能控一家公司 當作他的法人股東勞務出資等等 所謂的好木人這個模式 那以前每個部會互相繪文的時候 就是把這樣子一個和具體的案例 他聽懂了可能經發局聽懂了 那但是他要copy到內政策的時候 就只剩下兩頁A4 那內政策在copy到衛服部的時候 就只剩一頁的A4 那這個時候我們在中央的官員常常會覺得說 我已經了解這個 而且我已經解決了 可是他解決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國家的平緩一直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每壓縮一次就損失一次資訊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因為我們見面三分情 那是隔著寬屏 讓大家實際聽到在地的朋友的這個聲音 不管好木人 愛滿岩等等的這些 牧師們的聲音 那這樣子的話 見面至少有個兩分情吧 因為是很清楚的看到他的影像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經濟部 我們的文化部 或者是衛福部 內政部 就不需要再匯聞 大家就是聽懂了他的這個故事之後 當場就brainstorm 當場就腦力激盪 出一個解決方法 那當然也已經找出了解決方法 所以像這樣子的巡迴方式 我們在法規上面 以及我們在韓式 就是解釋不一的情況下 這個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在地的朋友又會覺得說 可是如果大家所投入的這些目標 目前政府並沒有理解到說 這個值得投入資源 他看了所有這些跨部會 十二部會的計劃 都沒有任何一個計劃是fit 他的這件事情 那有沒有一個像參與式預算這樣的方式 可以由地方來寫中央的預算 要用到哪裡 而不是中央好像命題作文一樣 大家都要寫非常長的一本作文 而且還要切成三份 給三個不同的計劃 而且光是就是核定 就已經要花兩個月錢才會下來 而且大部分時間要花在核銷上 等等的這些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這個狀況 能不能有所改善呢 那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地方創生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主意 所以可以說是地方創生 他特別是把參與式預算決定的這個權利 不只是我們透過社創巡迴 在法規跟解釋跟組織協調上面 他是把實實在在的就是錢要花在哪裡 那由國發會作為一個控留的單位 留了百分之十下來 所以只要產官學員社覺得說 這個地方有個共同的願景 不管四年之後是誰之正 都是一樣的這個願景 它是一個長城的願景的話 那他就可以拿到各個部會的預算 而且no strings attached 就是說部會不能夠反過頭來再去掐一些東西 那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是相符相成的一個概念 社會創新做的呢是擴散嘛 大家已經剛剛可能看到剛剛那個場面 就是說一個部會的一個創新 好比像說文化部決定他用講助來取代補助 所以大家的核銷成本都降低 那這樣子的話他只要一講出一次 所有各地方政府都知道了 所有其他的部會也知道 我們今年就看到教育部 甚至包含科技部啊 都開始在想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但是呢那是橫向的擴散 那地方創生是縱向的雜根 就是當大家產會選人是討論出來說 好那我們就要這一套的話 那它是可以由下而上的去形成這個預算的基礎 所以這兩個中間的關係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用票的方式來聯合運用 那有七位朋友們這個不是一個問題啊 沒有打問號啊 但是就是算業配吧 有七位朋友們說 希望創新創業的政策可以延續 大家明年要投對票啊 這個當然嘛 這個投票是 這個國民應該要這個就是盡得全力嘛 對 好然後有五位朋友關心大家說冷氣轉涼了 不是說天氣轉涼了 冷氣轉涼了 記得大家多穿衣服啊 這可能也是一個程序性問題啊 OK 好 那有五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如果明年是我們韓市長當選的話 那對於年輕人的創業啊 會不會有影響啊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看包含在台中這邊的社會創新的基地啊 我們是去年嘛 在這邊辦那個就是明日亞洲對不對 社會事業的一個高峰會 其實也是聚集了全台灣的朋友 因為我們選在台中 大家交通成本一樣嘛 就是以前都是喜漢二他們在高雄辦嘛 然後社系都在台北辦嘛 所以我們就專門去年挑在台中辦 那大家都沒話講 因為都付出一樣的交通成本 那後來就發現有一個點火的一個效果 就是台中這邊以社會企業組織為名的是非常多 那其實剛剛這個令務副市長 我是很感謝他 因為他上來之後其實包含在就是監務突出館啊 等等的那些就是包含國際連結的部分啊 像最近他們才跟首爾 就是韓國有一些國際的連結 其實這個都是有延續性的 我想並不會有任何的執政團隊 說這個我們要年輕人的創新跟創業等等 是一件壞事 大概不會有人這樣子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像是什麼呢 像是我們去非洲講那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 這是我這個在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 社區世界論壇的這個簡報嘛 那我們第一章就答說 Talent can help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那但是呢我那時候在的場合 其實是聯合國的非洲經濟發展的總部 就在伊索比亞 就在阿迪莎巴巴 那我們進聯合國的建築 演講當然沒有問題 為什麼沒有問題呢 因為我們講的是 就是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2030年全人類共同答應的一些事情 所以任何人不管他的政治立場是什麼 不會說我們在2030年 我們希望看到海洋垃圾 這是不可能嘛 我們希望2030年大家都沒網路用 大概也不太容易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當時為什麼聯合國定出這169個目標 就是這169個目標 是沒有任何人反對的 那所以呢我在台上說 那我們是透過reverse mentorship 青年諮詢委員會的方式 我們的一個社會創業家叫做黃偉祥 各位可能聽過做的叫excuse for you 他做的就是讓所有的這個技職的選手 在他得牌之後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出路 什麼出路呢 就是去應該是以新北跟台北為一開始 那些學校 然後呢透過好像是這個校本課程的方式 去帶領那個學校的小孩 一起把整個學校建築成一個更好的部分 所以像中間的這位 應該是汽車噴漆的金牌嘛 或者是其他各行各業的 百工百業的這個就是台灣的英雄們 那他們就不會只是覺得說 好像是他個人的成長而已 他是可以帶領一整個學校 一起往一個更好的願景 去做一個創造性的發展 那所以這也是黃偉祥 在我們慶慈會的一個具體的提案 這個民國這個108年 買國慶第一次啊 是我們的技職選手跟這個運動選手在一起 就是遊行接受大家的一個歡呼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一種主張 其實在非洲那尤其伊索比亞 他們當然是受到一帶一路非常深的這個影響 即使是那樣子 其實我們就是大大方方的講述這些 然後說台灣可以幫忙輸出這樣的一個模式 我想這個是完全沒有政治性的 這個是一個純粹政策的一個延續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我希望大家就是了解到說 永續發展目標其實並不是因為一時一地的政治 而有所動搖了 它是全人類在2015年的時候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共識 那有五位朋友們說 在進行公益活動的過程裡面 常常有線上程式的使用障礙 不知道是不是有管道可以協助 那就是技術支援嘛 技術支援就歡迎用我的officer 因為我是政委自在廠商 那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線上系統的問題 大家其實可能記得就是兩年前就是有一位叫做卓志遠的一位朋友 那他就在我們的就是連署的公共參與的這個平台上 他就發表了這樣子一個見解 這個見解就是暴水軟體難用到爆炸 這個見解是充滿了負能量 那當時就是這個充滿了負能量的提案 他內文更多負能量我就不屑給大家看了 那底下就一整片的留言 這個有對這個財政部長希望他這個趕快負責下台的 也有對我們觀光網路公司今天的獲獎者 希望他趕快負責下台的 這種留言都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當時只做了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就是我們財政部當時楊金和楊專委 透過開放政府的一個方法 那就是所謂不是會炒的有糖吃 而是會炒的進廚房做糖吃 所以呢我們就邀請所有罵的最兇的朋友 一起過兩個禮拜來曾經部資訊中心 一起做一個就是下一年度的報酬系統 那所以我們才認識到這位朋友 那他是其實專業的互動設計師 我們說誰在乎誰痛苦嘛 所以他最在乎誰最痛苦 那所以才有那麼多負能量 才有那麼多號召力 所以很多跟他一樣在乎也一樣痛苦 對這個設計師啊那就跳坑嘛 就加入我們這個重新規劃的一個案子 那在這裡面呢其實因為在場也有一些這個公務同仁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哪一個服務難用 然後呢你自己其實也可以匿名 因為我們連署平台允許匿名啊 來提案那其實有很多公務員相關的案子 好比像說請家用一小時不要四小時請等等 很多都是公務員提的因為可以匿名嘛 那也就成真了我們實際去勞敵全序部啊 考試院也都OK了 那這裡面有個重點就是說 當我們就是大家覺得這個不好用的時候 那大家的意見我們收納進來 而且給大家看到的時候 透過像這種新制圖服務設計的方式 不要去改人家的字 因為我們在公務體系的人 腦裡常常有一個翻譯器 當你看到網友啊 在slido上面寫字爆多的時候 你往往在上層的公文的時候 會自動把它翻譯成文字超嫌熔坠 可能希望長官的這個健康不要受到影響啊 對不對 但是呢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這樣子做的話 其實反應的朋友就不會覺得你站在他那一邊了 雙方的對立就開始出現了 所以你可以把驚嘆號拿掉 但是字不可以拿掉 他寫字爆多就是要貼字爆多 他寫滑地道讓人迷惘 就是要貼滑地道讓人迷惘 那最後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才能夠用一個服務設計的一個精神 實際去看他在開始前開始中開始後 到底可以怎麼樣改善 然後讓右下角最酸的罵得最兇的朋友 跟左上角被罵得最兇的朋友 還有環毛來在左下角 一起來這個創造出我們新的爆水難題 當然今年的滿意都到了本分98 所以這個項目就是說我們運用這個模式 不但是在故宮的票務上 在健保卡的虛擬化上 在開放山林的一站式登山的服務網上 等等等等這種 其實你也沒得選 因為你爆水也不能跳別人爆水 你申請這個要爬山也不能跟別人申請爬山 就是這並不是一個傳統上面 我們說這個商業部門可以有競品 沒有競品的你只能跟國家來申請 像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其實看到了這些就是不完美的部分 不管透過聯署 不管透過的officer等等 我們都會很盡力的去安排 然後讓大家不是有糖吃 就是進來開始畫新的見面 那你一旦開始畫之後 其實也就沒有那麼酸了 其實人就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鹹菜難吃的這個客人 你要他到廚房 一下子他就覺得 這個能夠炒成這樣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就是 歡迎大家一起進廚房 然後用我的officer 或者直接寫email給我 或者發起一個聯署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有七位朋友們想問說 如果有很多地方的小的需求 要怎麼樣會長成一個 永續的營運的商業的一個模式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當然首先就是說 這些很多地方的小需求 必須要先彼此連結起來 先能夠看到說這些不同地方的需求 其實是差不多的需求 甚至是同一個需求 我在這個SAWF的時候 分享的就是我們這個網絡圖 在我們社會創新的平台上面 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說 每一個地方 好比像說像現在台北新北都有他自己的永續發展目標 叫做voluntary local review 就是自願性的他的地方報告 所以他的報告就是說 在這17項去發展目標裡面 我們覺得哪些是最重要的 我們接下來1年要做什麼 5年要做什麼 到2030年要做什麼 像這樣子的一個VLR 就是一個地方政府來告訴全世界說 我們現在覺得我們歡迎來做這些SDG 這些特定的SDG的題目的朋友 那當然陶淵現在正在寫 那台中我不確定有沒有要寫 但是我們就盡可能用台中的一些公開資料 幫忙拼湊除了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大家所致力在做的SDG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是只是看著一個特定的地方的需求 而是可以看到說哪兩個地方哪三個地方 有共通的需求 而且可以直接在我們的視訊平台上面來提案 所以呢在剛剛的這個視訊平台上面 我們還除了剛剛的那個資料庫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提議的專區 叫做專案的募集 所以呢好比像說 柏拉罕原鄉長照基地 他一開始就說我們所在的這個在地 他要做的是SDG3、8、11 那這個時候所有做3的、做8的、做11的 包含我們現在所有的USR 就是大學社會責任計劃 都必須要標定他到底解決幾天幾的 哪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你用這個好像杜威實境位分類一樣 你這樣一查就知道說 全台灣在做USR的哪些題目 跟你現在想要解的這個問題 剛好是符合的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地方的需求 跟別的地方的需求 開始去找到 就是共同的一個模式 或共同的一個incentive 那這一門工作就叫做Social Design 叫做社會設計 那所以社會設計的朋友 其實就是把各地的小需求 串成大家共用的就是大的需求 就這樣子一個設計工作 所以我想Social Design 即Service Design之後 其實是我們社會創新創業界 非常需要的一個能力 因為如果你只要透過你的機制的設計 把它設計成說別人在解決他的問題 就是碰巧也解決你的問題 那這樣你就非常自然的 就可以把兩邊的夥伴關係把它建立起來 有六位朋友們問說NPO要怎麼樣子去營運 怎麼樣創造出永續的利益 並且自利跟利他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NPO的營運 它很大部分是來自於我們的Accountability 那Accountability這個字是非常非常難翻的 我們在行政院通常把它叫做克責 因為就是我們人民是主權嘛 那我們是行政人員嘛 所以各位可以要求我們 進到我們該做的責任 那我們就是主動來做的話叫做當責 那但是在NPO界呢 其實NPO的Accountability 我不知道現在翻成什麼 但是我現在是把它翻成交代 就是給出一個交代 那為什麼責信呢 責信是為了要達到信任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翻譯 但是我想要找到一個 就是我們公務員跟NPO界 可以共同使用的一個詞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說 責信是對所有你的捐款人 所有你的利害關係 你的事不宜遠 等於對你已經認識你的人了 來要給出交代 我們公務員在做的是說 即使不認識我們的人 我們不認識的人 即使是全世界各地的所有其他國家的人 我們透過像VNR 就是永續發展目標的資源國家報告 我們是對不認識的人給出交代 就是說其實並不是說NPO一定要去看我們的VNR或者VOR裡面 好像說我們是把政府所承諾做的 我們把它做一部分 這個還是比較傳統 比較像是火機關係 應該是說我們去看VNR、VOR 然後去看裡面缺漏的部分 就是說目前的政府資源 不管是政府還是中央政府的資源 放在一些地方 那承認也不錯 但是從這個NPO的角度來看 你同樣投入一分心力 你可以創造更多的社會的收益 只是這些社會的收益 並沒有被列在現在的VNR或VOR 這個計算的metric裡面 等於是說去找出一些社會來設定的PPI 而不是用國家政府所設定的PPI 那我在非洲的時候舉的一個很具體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在 這是台中嘛 所以這個 舉這個例子應該是對的 就是我們有非常多的朋友 就是自己自發的組成了一個叫做 就是空氣盒子的這樣子一個團隊 那空氣盒子的這樣子一個團隊呢 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台灣在治理上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創新 就是大家就是像剛剛的這樣子一個全台灣的地圖一樣 但是每個人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到100塊美元的這種感測器 然後去量PM2.5的濃度啊等等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發現到說 從行政院的角度 從環保守的角度 一開始是不太容易接受這樣子的創新的 因為它的這個精確度啊 或者是它的所用的儀器啊 這個校準啊等等 都跟國家傳統的標檢局的那個標準不太一樣 但是在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是有絕對的不但言論自由啊 還包含這個講學啊集會結社等等的這些自由 所以呢就弄到這個幾千個不同的空氣盒子 甚至被採用當作小學的教具的時候 那行政院就終於必須要來認真的研討 我還記得當時研討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了一個口號 叫做打不過就加入 就是今天沒有辦法去抵擋啊 這個社會部門的疫情設定 所以我們呢我們也只好開始做空氣盒子 我們也只好開始去加入這種區塊鏈啊 這種空氣盒子的一個責任 而且我們還必須要去問民間的朋友說 到底哪些地方你們想要放感測器 而且放不進去的 那因為我這個早上才從這個新竹科學園區來嘛 他們常常跟我說那就是工業區 工業園區特別是 那因為他們放不進去 如果你是一個citizen scientist 你沒有辦法進入那些private property 那但是呢裡面的路燈其實是政府的嘛 或者是中央政府的 那所以呢我們就可以開始在路燈上面 刮上大家所發明的這個空氣盒子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的資料治理 當我們講開放資料的時候 講的不是只是開放政府資料 很多時候是民間自發的去開放民間的資料 那這個呢會促使政府去發動 像民生公共物物聯網 像總統被黑客送等等的這些機制 去滿足民間的需求 所以不要一直覺得說好像政府是拼了大部分的拼圖 然後呢只等這個NPO來拼幾塊 那透過像透明足跡啊等等的這些方式 其實民間可以拼好大部分的拼圖 然後說這些地方公權力才能進來 所以我就等政府拼好這個最後幾塊 這個時候在台灣呢我們是沒有辦法拒絕的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採用這個大部分就加入的這樣一個態度 所以我想NPO如果能夠去達成一個議程設定 就是讓大家看到說 只要你多貢獻一點的話 未來還可以有一個不同的一個方向的話 那這樣子的議程設定群 跟政府就是平起平坐的一個夥伴關係 這個時候永續的利益才能夠去確保 因為不然的話 如果你只是被設定agenda的話 那當這個agenda改變的時候 這個利益本身也就不永續了 所以就是包含倡議的 包含審議的這些能力 我覺得都是NPO可以試著去培養的 透明足跡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有四位你們想要問說 據說目前關於社會企業的法案 請向納入公司法的專章的部分 請問目前是不是有更進一步的推動進度 其實我們如果看我們的社會創新平台的話 這個平台本身就是對於立法院的一個回應 因為在我們的這個最新消息裡面 我們在2019年 也就是8月15日的時候 我們才剛致電一個社會創新組織的一個登錄原則 那這個登錄原則包含範本 這個範本剛好就是好莫然的範本 就是在告訴大家說 不管你是NPO的型態 不管你是公司的型態 合作社的型態 大學的型態等等 所有這些部分呢 大家都可以很容易的 直接去做一個參考 然後直接開這個社會創新登錄原則 其實我沒有在這個平板開過 欸可以欸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其實就是很像大家當時在要求的公司法的一個專章 就是公益公益的這個專章 事實上這個文字是跟那個William Clark Jr. 就是在美國開始這個Benefit Corporation這個運動的律師 一起討論出來的 他當時給我們一個很具體的建議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學像Ecuador 他們是先用Regulation 就是先用法規命令的這個層級 來進行這個公益使命的揭露 但是呢他們暫時呢 不是用法律的層級來做這件事情 那但是呢各位可以看到 包含這個範本啊等等 其實都是跟當時公益建議公司法的時候 大家所要求的 基本上是八九不理十的情況 不過呢八九不理十 畢竟還是有就是一二之差嘛 所以這個一二之差到底是什麼呢 社會創新登錄原則 跟大家當時主要的這個專章 主要差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說 他的罰則 他沒有辦法去放行政法 因為這個是一個原則 所以他只能有賞 不能夠有罰 他可以是鼓勵 好比像說你整個進入供應鏈 買到這個五百萬 我就出來頒個獎 如果頒獎大家比較不稀罕 比較希望教育部長頒獎 我就協調教育部長出來頒獎 金管會嘛 之前也出來頒過獎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一個給大家一個榮譽嘛 一個一個honor 那但是呢 如果他揭露他的使命 揭露他的營運模式 揭露他的公益報告 那第一年第二年都很棒 第三年經營團隊壞了 他使命扣合失效了 那他甚至改了張章城 那這個我們呢 他做什麼呢 我們就只能公開揭露說 他們當年答應說 要在三年後做到的 現在沒有做到 所以呢我們把他從這個登錄的上面除名了 我們只能做到這樣 那但是呢 我們不能夠像大家之前所倡議的 說要給他什麼罰款啊 或者給他什麼 這個當然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差別 就是只能用social sanction 只能讓大家用一個抵制的這個方法 不過在台灣有時候抵制比罰款有用 所以我並不是很擔心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說別的法律不能夠去 他不能夠蓋過別的法律 他不成立這個特別法關係 不過也好在我們看美國的立法 其實呢 他的benefit Corporation 也並沒有針對用特別法關係 押過其他的法 也沒有新的法案 來set benefit Corporation 供應建議公司法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覺得暫時先用regulation這個層級 試行一下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像埃瓜多就是試行了快兩年之後 欸 有CEP的這個立法委員上台了 他們覺得這個不錯 就收各班 就參考過去 變成了一部法案 那專法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他們就可以是 還是有他們的立法上面的一個 credit 但是實際上這個 boundary 就是這個 在各種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 我們是可以在法規的層級 就來實驗的 所以當然 在立法技術上 我們尊重立法員 就是他們要去參考使用的時候 他們是要 在公司裡面定一個專章 然後有限合國法裡面定一個專章 然後社團法人法 合作設法 儲蓄護助設法 農天水利設法 以及大學法 裡面各定一個專章 這也是一條路 這確實是一個立法策略 那或者他也可以做一個專法 但是呢 一次去做這些東西的特別法 這個我們沒有意見 那只是說 在另外一些 旁邊還沒有產生 在這段過渡的階段裡面 我們先用一個 regulation的方式 讓整個社會來習慣這樣一件事 那目前也已經有超過400個 不同的社會重新組織 來這樣子登錄了 那公司型態當然有 但是也有不是公司型態的 我們想要倡導的就是說 不管你是什麼型態的 只要你有做到你的mission 你的market 你的measurement 這三項的揭露 那你就是一個社會重新組織 那我們還有兩分鐘 所以大概再回答一個問題啊 我就不用回答現在第二名的那個 那個有一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 請問新創的社會企業 在社會責任跟企業經營的權衡底下 如果突破社會企業的起步是 從0到1的這樣一個困局啊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那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要看這個我的所致辭的地點在哪裡 那我目前在大學 所以呢 我就要說 要善用大學的資源創造優質商品 因為 因為我們不管是USR的計劃 U-START的計劃 高校生根的計劃等等 它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你試著去做社會企業的這個創設 如果你成功了 那非常好 你spin off 很多成功的人是沒有辦法講清楚 為什麼成功 就運氣好嘛 那你成功了 整個健身態點 你要是失敗了 你就拿到一個學位 因為你可以很清楚的講說 為什麼你失敗了 為什麼這個product market service market不fit 你可以很清楚的講說 目前是什麼樣子的內外在的環境 我如果再走轉 再走轉就會成功 那原因是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大學本來就是一個做實驗的一個地方 你走轉不成跌倒了 那很好啊 這個愛迪生說 我釋出了這個99種 不能夠做電動炮的方法 那所以這個就是對 academic contribution 對所有全世界的學術界 都是一個貢獻 所以唯有在這種失敗 不但是沒有風險 我們常常在創投都說 失敗沒有風險 不是沒有風險 不但沒有風險 還有學位 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去鼓勵大家 在學士的階段 在碩士的階段 我們大學法也修正了嘛 這個失敗的capstone 也可以變成碩士 學位的這個證明嘛 所以你與其寫碩士論文 不如來做社會創業 然後失敗 然後來寫為什麼失敗 然後這樣下一波的社會企業 能夠成功 所以因為大學是這麼一個 非常unique 它不但不受什麼 政權轉移的影響 它也不受像我們 一開始所講的 就是各種組織形態的影響 它也不受事實上 地方政府邻里村邊界的影響 所以大學的USR 其實領先於我們 在行政院這個體系的地方創生 在現在USR的評審們 跟地方創生的評審們 還是一個平起平坐 但是唯一沒有被收編進 這個地方創生的綜合管考的 這樣一級計劃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不管你是社會的創業家 或你是學生 或是你已經準備退休了 在這個民間已經做得非常非常好 想要去貢獻你的長財 開始做一些非營利為目的組織的社會創新 其實大學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跟大學裡面的朋友們合作 尤其像 我知道這個老師是這個博弈理論的大師 那博弈理論 反過來其實就是機制設計 那所以大家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起去想一個 有怎麼樣更公平的機制 讓我們的社會更美好 那如果成功 整個社會就因為你而改變 未來就因為你而來到 那如果不行的話 那至少你就可以發個paper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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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是一位 真好的人家